我們寶可夢就是 成立的那個 中下的初衷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專長是唱跳嘛 大家都知道 那 是喔 看不出來 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是 要了解 好 我們專長唱跳 但是呢其實 其他東西都是我們的興趣 然後也是我們想要努力練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在 剛決定要以樂團表演的時候 我們就是 有一點的沒有安全感 然後也有一點害怕 但是 我們覺得 既然都來到小巨蛋了 我們要拿出 大家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 用自己的努力去補足自己的 就是 不足 所以 像是幻君啊 幻君真的是從零開始 沒有 其實樂團一直對我來感到 就是一個 我的夢想 像是原夢 對 因為 因為我覺得你知道 你知道在高中 或者是國中的時候 你就看到我熱音色 然後背著吉他上去 然後後面就有 迷妹在追著 就覺得 哇 熱音色滿帥的 所以你意思是 下面的那些 追隨你的粉絲 像你們來不夠就對了 不是啊 你看 你學跳舞 然後如果你平常沒有音樂 人家知道你是跳舞的嗎 那個熱舞色的罵他 不要罵我 然後你看 你只要背一個吉他 或背一個貼子在身上 哦 熱音色很帥 有才華 對 所以這就是我那個覺得 蠻熱血的感覺 我跟你講大家都不想聽這些 大家只想聽說 我們的練團過程之後 有沒有吵架 那種感覺 我有聽說過 我有聽說過 好像隔壁那邊有人 好像有點走心 QQ 看我幹嘛 是你 是這個 是這個 我們可以還原一下那個狀態嗎 好 就是因為我們 他們彈吉他要調音嗎 對 然後我說音樂OK了嗎 OK了齁 好啦 準備囉 來 1 2 1 誰 主案還是調音樂 主案 他又沒有準備好了 我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 其實呢 我們都是有Cue點 就是我們大家會跟哲言說好 因為哲言是主Cue 然後呢 我們大家就會跟哲言說 我好了 然後哲言好像幻聽了 所以聽到我說我好了 但我好像沒有說 那重點是什麼 就是每次他們 他們在那個鬥嘴的時候 然後我只是拿影片在旁邊拍 然後就說 你這種最氣人好不好 主案你們還好嗎 沒有 然後重點是主案被生氣了 然後家長就一直在旁邊拍 然後我在旁邊 主案 主案 然後呢 每次 每次被掃到那個 紅台貝都是我 為什麼 我只是拍影片而已 沒關係 再講下去 這個時間就要過時了 OK 而且那個 還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幻君真的是一個 滿努力的人 你知道他不僅 除了樂團跳舞 還有一些 一些其他的才藝 他的手已經練到 皮已經削掉兩片下來 Yes 但是這是應該的 這是應該的 為什麼 說出來 因為那個蜘蛛人裡面他們說 能力越大 責任越重 沒錯 我覺得他已經貫徹了一種精神 沒錯 拱狼的精神 所以接下來 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呢 會不會轉太硬了 有一點對不對 接下來這首歌呢 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唱 因為我覺得呢 我高機率有可能 可能會QQ 所以 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唱 拱狼送給大家